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 我们台湾铁路产业工会 正式经过会员代表大会决议 发起的春节依法休假的这个活动 就是因为长久以来 我们的人力一直不足 不管是运工机电任何一个工种 人力都是非常不足的状况 那我们的工时也是长到受不了 从我们去年9月抗争到现在 很显然的我们的工时 我们的颁表没有任何的改善 连带的影响到每一个旅客的安全 也就是说我们出来依法休假 我们争取的从来就不只是 铁路员工自己的权益 我们更重视的是 如果我们这么过劳 如果我们连续工作24小时 如果我们精神涣散的话 那铁路会不会出事 火车会不会出事 旅客安全吗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 依法休假 我们也是365天 每年每天都在上班 没有一天给我们完整的立教休息 现在竟然问我们说 有没有人有意愿要出勤24小时的 他现在已经摆明就是 跟劳基法在作对 你让员工这样子上班 好像顾到了旅客权益 实际上伤害了员工的身体健康 也忽略了旅客的安全 另外一份电报更扯了 应该说每一年他们都这样搞 人力一出现紧绷的时候 就跟你讲说 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现在车长可能不会上班 现在调度员就要担起这些重责大任 告诉司机 告诉司机说可以正常开车 也要担起运转员的重责大任 告诉运转员说可以正常开车 那这个责任到底是司机扛 还是调度员扛呢 把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那你这样子到底顾到的是什么 根本就只是顾到你 台铁局 就只是一副脸皮说 我们每年都要做好春节输运 员工的权益呢 第二车精弹 旅客对方往前后 前向后上 好 旅客上到了 车门已关闭 五四三次知识机员 请开车 谢谢 今天我某站月台没有行车人员 我身为车长 对每站的战场设备完全都不熟悉 耗自的突发动向出来 以后怎么办 一方面又要注意旅客上下车的情形 一方面要协助爱心旅客的图物 真的一心三优 如果没有月台行车运转员的双程确认 万一旅客被加伤怎么办 没有办法了 我们就遵照电报的指示 和行车的指令 把车子开出去吧 我五四三次机员请开车 我就知道完蛋了 一定出时间 为什么一定就是要月台 一定要有行车运转员 做双重的接任 旅客才可以安全 以本局106年春节连续假期 旅客输运计划 输运期间1月25到2月2日 员工停止休假 试驾并以排定颁表出勤 我们是公务人员兼具劳工身份 劳动部的韩文也曾经韩文铁路局说 在国定假日这一块 我们是适用劳机法的保障 那劳机法关于国定假日出勤 就是要经过员工的同意 那铁路局为何可以用 这种电报的方式呢 去停止员工所有的休假试驾 然后强制我们一排 一人颁表出勤 这是明显违法 按照劳机法呢 国定假日雇主就要问员工 你有没有意愿出勤 你有意愿出勤才出勤 你如果没有意愿雇主 不可以强制员工加班 再来后面这个电报是说 本局为交通事业机构 属公共服务业 全联无休服务民众 员工为公务人员兼具 劳工身份 受劳动基准法保障 这边自己就讲了 受劳机法保障 这时候又说了 受公务员服务法规范 除享受公务人员权益保障 也要进公务员的义务 他用这些免职或是矿职 这些公务员的规范 打压我们的 再来这边 依公务员服务法相关规定 本局轮勤轮班同仁 因应所排定的班别 依序轮班轮休 排定于国定假日 或纪念日轮班的员工 无法出行时 因于7日前 密得职务代理人同意 并经主管核准完成 请假手续 为者一律一 公务人员请假规则 予以矿职办理 公务人员请假规则 有说7日前 要密得职务代理人吗 这些都是局自己出的规范 规定 然后用电报 或是公文的方式 发给员工 他把员工当成不懂 这些东西的人 去恐吓威胁他们 国定假日 本来就是员工 应得的休息日 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干部以身事法 已经做了依法休假的行动 猜情上面写的是什么 就是国定假日的例假 扣除周休例假 表示他没有扣任何一天的 病假 室假或休假 你为什么还要用 这种请假手续 来这种恐吓员工呢 我们有呼吁这些 还在观望犹豫的同仁 不要再害怕 公会绝对会保护大家到底 我们就一起进行 依法休假的动作 不要怕铁路局的打压 今天这些员工站出来 他们背负的是 多么大的心理压力 他要的是什么 要的只是合理的休息 为什么要说合理的休息 各位知道 台铁365天全年运转的 背后是什么吗 是每一个这个员工 他每天都会出现在台铁站 他顶多就是早下班 晚下班 没有任何一天 一整个完整的日一天 他不会出现在台铁站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吗 这是一个正常劳工应该承担的后果吗 今天这个依法休假活动 公会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因为个别的劳工 他不敢自己来进行这个合法休假 个别的员工 他如果自己来执行这个合法休假 会被这个台铁局做打压 所以才由工会来出面 工会他做的是什么 他经过会员代表大会的合法决议 告诉会员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合法休假 想要好好休息 想要回家团聚 工会站出来 帮你们跟资方要求 帮你们跟资方争取 这绝对是一个合法的工会活动 而这样合法的工会活动 也已经在提前半个月 告知台铁局说 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依法休假 台铁局完全漠视工会 漠视个别会员的意愿 继续的一个一个会员的 这个分开的这个来做威吓跟恐吓 说要寄矿子 这样的行径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也违反我们工会法要求的 工会的活动 不应该这样被打压 这些员工他们每个人都在牺牲自己的时间 只为了争取一件事情 就是合法的休假 这样的要求 应该是值得大家来 来声援他们 来支持他们的 入局强迫加班 入局强迫加班 卧视旅客安全 卧视旅客安全 产工自力自强 产工自力自强 休假抗争到底 人力没有辅足 以及我们的工时过长 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车长 司机员 公务人员 入屋人员 载入员 都是非常过劳的 那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其实就影响到每一个旅客的安全 我们甚至有车长过劳 过劳到开车门的时候差一点开车边 那如果开车边的话 旅客下车边 他就下的不是月台那边 就会是铁轨那边 那这个大家可以想象是多么可怕 多么危险的事情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出来抗争 在这么长工时的状况下 我们怎么样带给旅客一个安全的铁路运输 入局强迫加班 入局强迫加班 卧视旅客安全 卧视旅客安全 产工自力自强 休假抗争到底 入局强迫加班 入局强迫加班 卧视旅客安全 为什么我们想问总统府 能不能够管动铁路局 我们会把你的数据做一个 我们还是一样看到 总统府还是一样说 会做一个反应 会做一个处理 那我们也很质疑说 我们今天都自立自强来找老板谈论 为什么老板是这种态度 大家可以接受吗 不可以 可以接受吗 不可以 老板违法 老板违法 政府带头违法 政府带头违法 那我们要说 如果总统府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给我们承诺 那我们劳工就只能自立自强 如果今天劳工 全台湾的劳工不站起来自己争取权益 我们就等着被剥炫 然后这个政府 这个劳动部也不会帮你 就把这个匾额送给我们总统府的代表 送给我们蔡英文总统 好 来 好 劳工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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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带头违法 我们台铁产业公会 就是会自立自强 休假抗争到底